我們可以看到現在橋的旁邊 實際來摸摸看 我現在有點卡住了 真的嗎 最容易入魂的採集 大家好我是錯別字 我用一個來到基隆振兵漁港的途中 順便跟你們聊一聊關於基隆的鬼故事 其實講到基隆鬼故事 大家第一印象一定想到的就是在市中心的那個那那鬼物 這個鬼故事其實基本上已經講了非常多次了 你只要上網打關鍵字 你一定可以找到非常多的故事 那我就不提了 這次我要聊到的是在基隆的另外一個景點 叫做大五輪砲台 那這個砲台本身呢 他就有很多的傳說故事了 在說傳說故事之前 我們來先給你看一下 這是基隆非常著名的飛機床屋 一個IG拍攝網美的景點 好 那我們接下來繼續講關於大五輪砲台 大五輪砲台其實在當時會做這條題目 專題時是因為我得到一個訊息是 那邊有藏的黃金寶藏 日軍藏的 其實你應該聽過很多關於日軍寶藏的傳說 基隆是一個點 當時據傳兩顆原子彈一下去 日本馬上舉起白旗 所以當時呢 他們就是在撤退離開台灣的時候呢 來不及把他們的黃金 給一併的帶去 帶回日本 所以他們有傳聞 他們似乎就是把它藏在了基隆的這個地方 而大五輪就是他們藏匿寶藏的一個點 所以那時候很多人就說到大五輪砲台到了半夜的時候 會有很多人在那邊走來走去 他們不是觀光客 而是寶藏獵人 不過寶藏獵人的東西我們往後放 我們先來講鬼故事 先講第一個 當時我有一個基隆的朋友呢 他住在基隆很久了 他們說在高中的時候呢 很常來到基隆的這個大五輪砲台去做一個遊玩 其實就是小屁孩探險啦 但是他有一個朋友在某一次的探險過程中呢 還真的發生了一些事情 好像曾經有一個朋友就有曾經遇到過 就蠻恐怖的 他就是去收金回來之後 念廟裡面的人就說 他是被日軍的那個軍魂附身 這個故事是不是就跟所謂的日軍有關呢 這是第一個喔 再來第二個是 日本有一個非常知名的靈異探險家叫做AB醬 他很常來到台灣來就是做一些鬼屋探險 而他選在大五輪就是因為他有聽過大五輪有一些日軍王魂 而這個部分他自己來的時候 確實在當時的大五輪那邊聽到了一些很奇妙的聲音 說完了兩個故事之後呢 第三個就是我的好朋友秦明了 他自己是來到這個地方 結果沒想到半夜探險的時候呢 拍攝到了一張 就是這張很奇妙的靈異照片 他說隱約看得出來這個地方有個人影 我是看了很久才看到啦 但是基本上他是說當時在拍攝時也是怪事不斷 因為那是大半夜他去了那個地方 但是沒有想到在拍攝過程中 他一直隱約聽到好像有人也在大五輪附近 跟他一起在那邊遊蕩 他一開始以為是遊客 所以沒有太多去注意 但是過了一陣子之後他發現似乎不是遊客 好像有別的人還是靈體在那附近 看著他拍攝 所以他隨意的在現場拍了一個照片 才拍出這一張靈異照片 而他當時也聽到了一樣的聲音 所以其實不約而同的可以發現 就是在大五輪炮台那邊 似乎好像有不少的日軍王魂在那邊駐留 而在那個地方呢其實啊 當時他們 小朋友在放鞭炮 有點吵 OK我們繼續講 當時在大五輪炮台其實有一個部分是 當時有黃金傳說是我一開始要做這個專題節目 黃金傳說當時為什麼會在那個地方出現 我找了非常多的文史工作者 有的人願意受訪 有的人呢則是不願意 但是不願意比較低調的那些 他們很願意提供一些資料給我 我記得有一個不願著名的 一個文史工作者他有提到 當時他們在做這些黃金傳說的資料 收集時有一份文件他給我看喔 他那時候給我看 大家不要讓我拍照 那份文件裡面很特別是 他有私人公司贊助一些人去做 開挖黃金寶藏的這個部分 他給你錢讓你去買裝備 讓你去找人力去做開發開挖 但是挖到黃金之後你必須要分幾%幾%的錢 給那些贊助商 所以其實在民間還有很多這樣子的一個合作模式 而那位文史工作者也說 在那個地方確實還有很多新的繩索 工具等等還有被開挖過的痕跡 是有關於要去開挖黃金傳說的部分 所以你說其實是不是真的是傳說 還是說他真的有可能是真實的黃金傳說 因為其實不單是在基隆 在很多地方都會有類似的這些黃金的部分 遺留在台灣的某些角落 而我們剛剛所聊的鬼故事呢 不論是第一個我朋友基隆的那位朋友 或者是AB帳或者是親民 其實都有一個共通點在於說 他們所鬧鬼的地方 其實那個點之前就有被人懷疑 埋過黃金 所以也進而延伸出 是不是如果你到那邊去挖黃金 會真的有一些日軍王魂在那邊駐守 不願意讓他們的黃金被其他人給挖走 這是一個更神奇的一個傳說故事喔 其實在基隆這個地方 對我來說有點感情 是因為我在這邊當過兵 大五輪是一個蠻陰的點 因為基隆也算是有一個古戰場 那那鬼屋是因為他在市中心 確實故事的部分很嚇人 但是因為畢竟人多陽氣重 那邊的鬼的成分就比較淡一點 還有很多點喔 像是 還有一個地方是什麼 我忘了 另外一個地方很著名的是法國公墓 那個地方在我之前住宿舍的後面 那個地方之前也是 不是說之前喔 是現在那個公墓還在 也是埋了許多當時的戰士跟一些亡魂 所以其實基隆本身充滿了歷史的一個氛圍 甚至他有很多可以去探究的鬼故事 都值得我們去一再回味 我是拓別志 我現在來到了正兵漁港的這個地方 最著名的這個 彩色屋嗎 還是什麼的一個 也是個網美景點 來這邊做一個遊玩 我帶來的鬼故事希望你會喜歡 我們下次見 用一個來正兵漁港的時間 說一則基隆的鬼故事給你聽 掰掰 中天社會頻道開張囉 想觀看豐富系列報導 請上YouTube搜尋中天社會頻道 看到中天社會LOGO點進去 就能開始觀賞精彩影片 請先訂閱並開啟小鈴鐺 也別忘了幫我們按讚分享喔 如果您覺得還是太麻煩 趕快看這裡 旁邊圓形的中天社會LOGO 就是頻道傳送門 別懷疑趕快點進去 首頁就能看到五二小組系列影片 有會客室 老子裡調查線 捐香聊蝦蜜 別陰陽 中部中心 白島出任務 南部中心BOSS工作室 豐富內容 千萬別錯過囉 搜尋中天社會頻道 歡迎您一起來加一